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10日 这是今天第五场多巴点心酒 在外面制作 刚才看到一个网友 从国内发过来的一个消息 讲到茅台酒的前董事长 叫阮银魔 这个人当年是知名度很高 因为茅台酒 可以这样讲 绝对是众人瞩目的一个企业 不论随到贵州去工作 省委省长都希望把茅台酒厂 空在自己手里 那么不太清楚到底 茅台酒厂的前董事长阮银魔 是哪位领导安排的 一般都是最起码的省长 省长书记只是这个国资委 国资委安排领导人 可能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中央主要领导 直接指派 为什么 你想中南海那些高官们 包括元老们 谁不想喝茅台酒 都想在这里安插自己的人马 那么后来看到的消息是李炳君 是朱镕基的民主 在那当省长 那他可能也多多少少 能有一些发言群 现在不清楚就阮英国是在哪条线上 但是他肯定是众多的曾经被判刑的 这个茅台酒的老板之一 我记得印象很深 就是茅台酒腐败的问题 众所充实 一般来讲 发责人干过的到最后都所劳 好像没有几个能够善总的 这就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体制的原因 你到那个地方去 说谢电话 那上级领导打电话 要点茅台酒 这个不给钱 或者是给很少的钱 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 你像那些政治局的领导 哪个人不想喝点茅台酒 招待朋友 请客送 打个电话 打打批批条子 你还能和他要钱呢 这肯定是腐败问题是存在的 这个可以这样讲 这个角色既好也不好 好是什么 你全力有 手里有权 你可以贪战 你也可以自己三千六五 拿到这个经营权 对吧 独家的经营权 牟起私利 也可以用这个东西 请客送给拉关系 寻找靠山 都以为只要是找到靠山了 就稳妥了 没事儿 但最后都落马了 因为这个官再大呼吸的话 在中共这个体系当中 那就不叫官了 就是听喝的 对吧 听上级指示的 好堂呢 而且又什么呢 特别的亮眼 也就是容易引起是非 动不动就撞了 那么这个圆形国呢 根据媒体的报道 200 2011年到13年 担任这个 茅台九位董事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正好是 胡温这个时代 和这个西明这个时代 交界的 成千其后 这么一个时期 肯定危险 你看 2011年 西明是 2012年 13年上来 对吧 那么他是 到19年 任茅台九位董事长 当时茅台股价是 上升了10倍 从110块钱到1100 可见他干的还是不错 2019年8月20日提起公诉 被法院提起公诉 说他是长期将茅台九经营权 作为盘腐权贵 搞政治偷袭的工具 以及通过利益输送 找后台巡靠山 结果判了无需偷勤 没收全部财产 就白麻糊的一辈子 什么也没有了 然后关到协议里去了 过去在茅台九经营的时候 当老板的时候 人人都求的 现在随不搭理了 很凄惨 结果呢 最近说是 死掉了 就是今天的消息啊 突然间死掉了 我要讲的什么呢 说因病去世 我看 有可能是因病 也有可能是杀灭口了 因为在监狱里边 像他的情况 要叫人干掉很容易啊 因为他属于政治斗争的 一个筹码 也就是说呢 有一些习近平团队 要整哪个领导 比如说整李炳君吧 也就是说 想整他的话 就会找他谈话 怎么样 你给哪些领导 送毛太久了 都随皮条的 所以他属于舌头了 对吧 那么各个派系 都在这脚里 我讲不太清楚 到底他是 后台是谁啊 那肯定是睡到内斗 因此呢 有可能被杀 杀人灭口 在里边给你整点 吃的 喝的 下点药 纷纷描描的事 所以 所以像他的情况诡异 怎么会死在监狱里边 条件再不好 毕竟是老板呢 毛太久的前老板 交的朋友也不少啊 应该到了监狱以后 应该有特殊待遇是不是啊 属于监狱贵族啊 监狱里有个词叫监狱贵族 你像那个刘克田不是在南国的监狱 他的待遇就比较高啊 就是 梁静省副首长 刘克田 管农业的副首长啊 那他就是属于监狱里的贵族 这个贵族 按照这个 呃 这个 监狱管理局领导讲 画讲啊 监狱长的画讲 监狱贵族 三个人一个房间 可以不参加劳动啊 分配到这个叫 监狱里边的宣传部啊 这个知数二 知数二是监狱的宣传部 那里还有还有电视台 还有报社 新生报 还有这个管教育的 好像给他放到图书馆啊 有个图书室 没有几本书 反正就是养起来摆 还可以这个上半是不穿球服 下半是穿裤子 是带条带条马 带条马怕他跑过 上面不带条马 你要翻大墙爬大墙 或者逃跑的时候 那个条马就反射出白光 说那个必须穿的 上身不用穿 上身变左 这就是特殊的待遇啊 像元人国的情况 死在里边够惨了 这个确实是零零难以想象的 可见给中共这个当 扮演这个角色啊 利用完了就弃子 像那个破鞋子一样 是吧 这是一个教训 这是一条消息 另一条消息是关于这个李强啊 就拜登在印度举办的集团队峰会期间 竟然出人意料的见了李强了 这是屈尊的 对不对 人是总统嘛 你是总理 差业级别大人的 而且李强就是习近平一个跟班 无法和李克强并假期许 跟班他也见 这很有意思啊 这是看到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呢 9月10号星期天 表示在10个月的沟通间隔以后 能打算与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见面 你看他的惦记了见习近平 他已经没来 明得很没来 拍李强来 他表示已经在当天早些时候 在新德里见了李强了 但是我看新华社今天早上 抱歉位置还没报道啊 也可能我看得晚了一点 他说我的团队 我的工作人员 能在于习主席的内核会面 拜登在河内举行的新华会上 回答美国自己的提问讲到 事实上 我今天在印度会见了代表 中国代表的就是李强 所以并不是说我不亲自于习近平会议 他就会出现危机 拜登总统家 如果我能会见他的话 会更好 我希望很快就能见到他 习近平缺席了 这次在印度去行的 20个集团会领导人 领导人会议 也就是拜登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关系很紧张 但是你不用担心 打不起来 因为我现在见了李强 这篇文章讲 拜登表示 我不想遏制中国增长 外界不都讲 中国现在的动作很大 你看习近平不到黑龙江了 在那个地方 还着急军头 意思要跟美国不让拳头 搞得好像是惊天动地 真要打仗 老拜登这边是远的一手 习近平是硬的一手 习近平是横到底 老拜登是远硬坚实 现在更多的展示是 年里仓道 是吧 这个玩意挺高的 这篇文章讲说 在谈到与李强会面的时候 拜登补充讲 大国根本 这根本不是对抗性 他补充讲 他们谈到了稳定 并确保发展中国家 能够实现变化 但拜登指出 习近平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他面临沉重的年轻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 拜登还说 中国经济的一项主要产业 房地产正在遥遥欲 这说明是李强给他讲的 我们我大哥来不了 是因为现在经济上有问题 我估计是应该他讲的 拜登表示 我不想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我希望看到中国去的成功 但是按照国际规则 你成功的当老二 就跟着哥们后面爬行 芯片其耐米以下的 我不给你 其他方面 你愿发展就发展 他是这个意思 拜登表示 中国经济由于国际增长 法力陷入了困境 他说 但他并不认为 都会导致围绕台湾的武装冲突 现在不是讲中国经济碰盘了 西兵千二周前要打台湾 那些议论很多 我刚刚看到 发广一篇文章 直接挑明了标题是 拜登 无意遏制伤害中国 中国经济困境 不会导致对台动 来一会儿给大家接着 这个视频文章 先看美国之一 说拜登表示 中国经济增长了 乏力 陷入了困境 但这并不认为 是会导致围绕台湾的武装冲突 台湾是自治的地方 同时北京声称 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他说我不认为 这会导致啊 中国人 侵略台湾 你看拜登 先把帽给他戴上了 房子习近平走偏 哥们你先别打 前面别打仗 别打台湾 老美就是这样 都把好话给你说尽了 这样就占据在 道义的制造点上 如果有一天你真是想动武 那是你自己的事 美国也会不客气 对吧 拜登表示呢 中国经济由于国际增长 乏力陷入困境 他说我不认为他会入困 事实上相反的 恐怕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能力了 就他现在即将打台湾 经济上没有这个能力了 就战争是综合国力的比拼的 就他现在打台湾 经济上已经没有实力 就没有个家伙事的 就老拜登的观点啊 他说几名拜登内阁成员 最近前往北京和他们的通华会面 但最近两国关系在贸易 台湾附近的海军巡逻 以及中国今天早些时候 在美国上空反射的间谍气球等问题 出现证明 当气球到达东海岸的时候 拜登下令在大西洋上海 将它击落 这一击落以后 习近平不觉得很丢人吗 是不是啊 我估计是不是这个气球的事 就是李尚夫他们这人搞的 所以习近平火人的把他抓起来 李尚夫已经好几个月不露面了 是吧 如果真抓起来的话 那就等于习近平给拜登面子 你看我把李尚夫也抓起来了 你没收扣押那个钱 都还给中国人民 因为这个一扣了以后 既然李尚夫是腐败分子的 那个钱就属于人民的 你更没有理由扣了 人的解分解分之后 回到博库来 估计这个钱是一笔天文数字 否则美国不会动作这么大 坚决不解分 李尚夫也不会蹦高跳 也和美国比拼一下 这篇文章讲他说 这个当气球到达美国海岸 东海岸的时候 拜登下令在大西洋上空 而不是在气候气球 徘徊于美国敏感军事设施上空 以及穿越整个美国之前 他打这个是精心算计好的 他说此外呢 中国在美国商务部长林蒙多 最近访问北京之前 黑客攻击了他电子邮件 这美国最近现在看来 获得的消息并不多 也就是现在媒体上热潮的 老拜登只是讲了一下 他建了一枪 没讲什么 没透露什么具体内容 我个人认为 但是就这个动作本身来讲 是一些相当大的事 这实乎表明啊 老拜登代表美国不希望打仗 但是习近平现在这一番 就是用力过猛的这个举动 又是黑龙江 又是什么乌鲁木齐是吧 这个新疆 又是让女尚佛开这个装备会 又是军头抓人 又是清刚失踪等等 搞得 师傅老拜登 意识到 有可能鲁莽的走遍 所以他现在提前打一个提前量 这个 苦苦苦心 缺席 不要听着走前 我个人认为 那么再来看看法国 这篇文章 讲得更明确 他说 拜登在记者会开始时 就此次访问 越南所取得的成果 加以介绍 他说今天我们可以追溯 我们两个关系 从冲突到正常化的 50年的进展历程 你别说 发光这个比较相信 他说这一种新的地位提升 将成为世界上对重要地区的繁荣和安全力量 我们已经将我们的合作直接提升到越南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 即全面战略伴关系 这是讲越南 这意味着美国加强另一个重要印太伙伴的关系 拜登讲 我们今天许多的进展 建立在代表营与日本 韩国和美国的三变峰会 美国去年与东盟启动的全面战略伴关系 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接触 我们与菲律宾加强的同盟关系 以及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奥克斯 和伙伴关系 基础之上 我们加强了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 接触 制定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 他讲的这是两个小方块对 其实都是制衡中共 他说呢 以及我们从我执政第一天起 推进所有的能力 向我们的印太伙伴和全世界表明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 我们哪儿要去 他的意思他是老大 美国是老大 这讲个细一评听 920国集团新德里峰会 拜登特别提起 我们还讨论了俄罗斯在 乌克兰的野蛮的非法战争 会场上打上了充分的一致 既需要公平 维护维护国现代的原则 尊重主权 领衡完整的公正和持久和开箱 会议主席主办法 印度表示感谢 提及诺迪总统 就如何在后织 录入国事访问的基础上 继续加强 美印伙伴关系 实质性的讨论 他为什么罗帝这些 就告诉习近平 你要想跟我们量拳头的话 你的哥们弟兄愿意不如我们多 而且我们这弟兄 已经把手伸到你家门口了 要打你不是个 老拜登我认为是 两手玩挺高 在这个环节 问答的环节 路透车记者就问 上周中国质疑的 拜登政府的成长 并指责美国在推动外交谈判的时候 遏制中国 你对此有什么反应 你认为习主席在中国 我禁止苹果 就Apple 是否有诚意 让两国关系重回政府 那拜登回答讲的说 我真诚地希望建立正确的美中关系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之一 就是中国开始改变贸易 和其他问题上的一些游戏规则 比如呢 列入他们现在正在谈论 确保中国政府的任何人 都不使用西方手机 诸如此类的事情 他开始讲 习近平就是禁止政府官员 玩这个 苹果手机 怕美国留后门吧 拜登说 因此此行的目的 其实啊 他说这个 不再遏制中国 我不想遏制 我只是想确保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诚实可靠 安排妥当的 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他这里就讲的 我不想跟你打仗 我只想叫你到老二 在我的后边爬行 我更不可能把这个 科技含量高的芯片 对不对 六奈米一下给你 然后你来生产武器来整我 那哥们不傻 对不对 他讲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他说做的这一点的方法之一 确保我们谈论的是同样的事情 我认为啊 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一 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 在过去的半年里 我和我这些幕僚讨论这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有机会加强世界各地的联盟 确保我们的 就是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竞争关系 不是交战的关系 现在 不是不像以前那样携手合作 但也不能成为敌人 他大概讲这个意思 是不是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此行的这个目的 他说呢 让印度与美国展开更多的合作 与美国走得更近 让越南与美国走得更近 这不是为了遏制中国 而是为了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地级 其实在我看 他就是此地五云三百两 那就是遏制中国的 是不是 就像有的国家互相结盟 结盟了 宣布这个文件之后 又开始冒炮 说不针对第三国 那你不针对第三国 你结盟干嘛 是不是 这都是外交词 咱们试着求是讲 他说呢 例如我花很长时间的西平交谈 他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为什么要让澳大利亚印度 日本和美国组成四方安全对话 我说是为了保持稳定 这不是要鼓励中国 而是要确保道路规则 从太空空域 从太空空域海洋 一切国际规则都得遵守 这意思就是 我不跟你打仗 但是我是老大 你得听哥们俩 就这意思 彭博社记者追问 你最早称中 我经济是个定时长 你是不是认为 中国经济的放缓 有可能 破坏全球文力 经济文力 或导致中国 采取更区略性的防御措施 包括台湾 拜登说 我认为 有一系列的原因 中国目前面临着 棘手的经济问题 这个原因 与国际增长 和缺乏中国 一直所遵循的政策有关 因此我认为 不会导致中国 入侵台湾 他的意思 他说 你就是想和我打仗 打台湾的话 你不是个儿 因为现在没有钱了 打不起 是吧 他这个意思 他说 因此我认为 不会导致入侵 事实上恰恰相反 他可能不再具有 一切的能力 从现在开始 其实讲一句话吧 据我理解 他可能 我核潜艇 外额放在家门口 五分钟到十分钟 就把你灭了 你 美国军头已经讲了 二十几小时 一共一千个目标 全部毁一旦 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愿意打 你也打不过我 相信你也看明白 他的意思 这个话讲的 已经很重了 我跟你讲 拜登讲 正如我所讲的 我并不想上海中国 这是真心话 如果中国发展的好 中国按照国际规则 发展的好 我们就过得更好 这将促进经济增长 但他们 最近在经济方面 遇到的困难 特别在房地产方面 我认为 他们必须采取行动 他们现在呢 正在决定 就是他意识到 中国房地产要更难了 所以我 我不会预测 结果会怎么样 但我们并不打算 与中国脱钩 脱钩断 才不会搞的 我不会做的事 我不会向中国 我不会做的事 不会向中国出售 能够增强起 制造更多核武器的材料 我芯片绝对不给你好的 6年以下里 你再想得到没门 但也不会从事 你大多种任务 该地区积极发展 相悲的房屋活动 我也不会主动打你 但我们并不想上海中国 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问他说 在过去的6个月 你们与日本 韩国 菲律宾澳大利亚 基本上 还有甚至太平洋 都签出协议 协议 你站在这里 站在北京的后院 你知道 中国说你是冷战思维 你说对吧 总统先生 这是冷战的威胁吗 你什么时候见习主席 因为 汽者问得非常简单 是吧 他说 我希望尽早见到老习 习先生 过去12年 我与他相处的时候 总比任何其他领导人要多 他很熟悉 确实奥巴马是总统 他说副总统 对吧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尽快见面 但不举个例子 我们在印度做的一件事 我们提出了提供一条新的道路 这个道路将为每个人节省开支 提高第三世界 全球南方的增长能力 我们将修建一条新的铁路 从印度一直到地中海 新的航道和管道 横跨地中海 穿过欧洲 到达英国 甚至更远 他的意思 我们也搞了一个香料子路 覆盖你这个一带一路 你跟着哥们这个路走下去 就没事 现在老大换了 知道自己还换了 路线也换了 这一切与新增长有关 这与伤害中国和邦总无关 它关系到应从气候变化 到确保这些国家经济成功 增长的一些问题 拜登了听着 我的论点从一开始就是 无论是国内 还是在外交政策方面 投资于人民 投资于人民 给他们一个机会 当人们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老套 一切都变得更好 如果世界上每个人 都有一份早晨前 就想去做的工作 并认为自己无论在哪里 都能使家人 餐桌上摆上像样的散餐 那么整个世界变得美好 我们会好得多 这就是我背后的理念 所以老拜登的意思说 我为老百姓致力于福利 让他们老有缩养 并有所依 不要想福利如实 这个意思 你习近平确不是这样 对吧 拜登想说是 他做了个比方 说很久前以前 在七国集团会上提出 现在将在二十个集团实现 就确保我们建立一条 横贯非洲的大陆 完了 习近平在非洲的战略 也被老拜登挑战 老拜登在非洲建个战略 什么战略呢 他说呢 现在没有办法通过铁路 穿越非洲大陆 甚至一条 连一条直接穿越非洲的高速路 都没有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 当我们谈粮食短缺时 让我们假设 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 有一个国家 拥有过剩的粮食和资源 他们将如何把粮食 运到别的地方 他们怎么能够做到呢 拜登指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在安格拉 投资素食一名建设的太阳文社 使其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太阳设计 设施自己 因为他也准备 控制 这个占领非洲 因为习近平在非洲搞得猛 老拜登很纠结 他一直在说 非洲要展开和习近平角力 他说这个 这个不仅是有助于安格拉 有助于整个地区 因此我认为我们 过度地从冷战的角度思考 就跟冷战无关 就不要冷战 美国北大军给当老大 我们要做的是世界各地促进增长 经济增长和稳定 这是我们正在努力说的 美国资金记者少都去问他 老拜登 你花了很多时间 谈论你和西民共度的所有时光 和领导人之间 沟通最好些 但你两人已经有十个月没有说话了 你们十个多月没一起贪心了 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担心 这会破坏理中关系的利益 你打算怎么做 拜登说我的团队工作人员 仍然见到企业在内部 实际上我今天在印度 还见到了二号人物力墙 你看老拜登你别说他词不少 所以并不是说如果不遇他交谈 就会有危机 如果我遇他亲自交谈 会更好 拜登这样讲 他说听着 这不是批评是观察 他现在忙着不开开交 他的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 他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经济原因 则是根本不起作用 我并不为此感到高兴 也就是说他现在非常了解 中国目前的困难 就心里没钱打仗 过许李强会在汇报的情况 我大哥让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根本懒中羞耻了 别听外界瞎吵 打不了台湾 问题是你别逼着我们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不知道到底咱们谈点什么 他说呢 我们正在想办法 我怀疑 我不知道就像我一样 想办法解决他们 现在遇到的特定危险 我不认为这是一场 与中美冲突有关的危险 事实上我认为 引发这种冲突的可能性较小 他也没说没有冲突 这个冲突可能性小 拜登最后讲 总之我认为领导人心中还有其他事情 他们会根据当时的需要作出反应 你听着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会议上想要什么 如果你没有 没有游戏计划 没有人喜欢参加著名的国际会议 他这意思就是会议的规则 你要遵守 老大还是西 还是里面 他说 你就没有机会参加著名的国际会议 你可能有一个游戏会议计划 只是没有告诉我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但我要去睡觉 就拜登不耐烦了 记者老是随问 那意思就想扣一扣 他到底和这个关于习近平一旦搞打台湾的话 他会不会参战 老拜登就回避这个问题 最后讲 当被问及于李强会面的内容 拜登说我们谈到了我们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 总体上谈了所有的问题 我们谈到了稳定 我们谈到了确保第三世纪 抱歉 是难办求 也就是全部南方 能够获得变故 对话并不是对方形象 他来和我谈着 这是今天两篇非常重要的报道 一个是美国之一 一个是法国的 已经源源稳稳的 赵本轩和给大家做了汇报了 等到晚仗夜场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一步的分析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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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